俄罗斯坦克把POKO对准民宅 美联系记者从高点直击俄军坦克开火的瞬间 正是在乌克兰南部的港城马里乌波尔 战地记者在现场目睹俄军围城的惨况 镜头记录下连罹难者的遗体想要运出医院 都得突破俄军的重重封锁 医院里的抢救画面更是触目惊心 患者躺在简陋的担架上痛苦喊叫 马里乌波尔这家医院收容不少遭到炮火波及的老百姓 只见医生把手指伸进患者手臂上的伤口 就是为了挖出卡在肉里如巴掌大的蛋片 证明颈部中弹的伤患 抖大的伤口不断流出鲜血 把整间手术房染成一片红 不只院内情况艰困 受伤的大人小孩要进入医院 在榴弹中找掩护遮蔽 俄军围城的暴行不只针对马里乌波尔百姓 连运送物资的人道专车都遭到他们袭击 断了马里乌波尔粮食和医疗的补给线 这个是第六次 警察都在马里乌波尔 乌克兰说 Russian troops 每次都在那些努力 有真正的希望 真正的恐慌 卫星图像显示 马里乌波尔遭到严重破坏 停在大街的俄军坦克 倒退时完全不过后方巴士 直接碾上去 俄军进攻脚步越急 手段越残酷 一幕幕围城惨剧 正在马里乌波尔上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